當然是,其實太平洋的島國為什麼中國在兩三年前就一直在進行有關安全上的部署 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整體上在太平洋區域是中國很難去進入的一個區塊 那這些國家如果願意跟中國建立各個層次的關係 某個程度上對中國要突破在美國所建構的東亞島鏈這樣的一個封鎖狀態之下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幫助 同時也藉由跟這些國家不管在經濟或安全意義上的一個連結 能夠讓中國的勢力能夠跳躍東亞第一島鏈進入到太平洋地區 其實是一個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中國而言,但他們很希望能有所突破啦 那在這個突破的前提之下 同時又能夠影響台灣的外交空間 其實我實在是中國一直在著力的地方 所以當許多的國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同時也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 美國也好或者是澳洲也好或者是日本也好 這些亞太的主要大國能夠起身做一些所謂的示範的作用 其實對台灣來講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亞太地區或者是太平洋地區 其實它背後當然深藏的是一個大國競爭 美中之間的競爭 但澳洲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但是呢,如何去思考台灣的一個定位 或台灣的一個角色 其實台灣在國人在疫情解禁之後 出國觀光的人數一直在攀升 其實如何去推動到友邦 或者是太平洋島國來進行旅遊 其實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另外能夠促進這個雙邊的觀光資源的一個分享 其實也是一個台灣可以進行的地方 那再來是台灣其實高科技的發展 其實在國際上深受肯定 然後如何促進這些國家除了在觀光產業的發展之外 有沒有其他產業可以進行合作的 其實這也是對這些國家未來經濟長期的發展 多元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那我覺得其實某些 其實尤其跟台灣有邦交的國家 跟美國的關係跟澳洲的關係都還不差 所以其實某些他們也屬於在美國所講 要建構全球的一個供應鏈的範疇裡面 所以如何建立一個產業安全的一個 這個全球供應鏈的角色 台灣可以協助這些國家來進入 甚至幫助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 其實是台灣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帛琉等小島國家面臨中國經濟脅迫的困境 台灣感同身受並持續提供帛琉協助 台灣向來支持柏琉發展觀光 建立經濟韧性及永續發展的國家發展政策 並在疫情後積極協助柏琉振興旅遊產業 維持台灣與柏琉間直航航班的穩定 強化柏琉旅遊經濟韧性 同時也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 支持帛琉國家建設與發展 對 當然中國希望透過這個外交的爭奪的方式 來對台灣進行國際空間的壓縮 我們從這一次的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中國其實對台灣的這個外交的動作 其實傳聞非常多 實際也有一些作為 那今年又是許多民主國家的大選年 所以某個程度上這些民主國家 基本上都會面臨中國使用這樣的一個 各種所謂的利誘或脅迫的手段 來對他們的政治進行干預或干涉 所以某個程度上台灣的一個友邦 或者是說這個比較小型的國家 尤其太平洋的這些島國 都有可能會成為中國會進一步來去滲透的一些國家的選項 所以其實柏柳也好 或者是其他國家 縱然可能有些國家跟台灣沒有邦交關係 但實際上中國的一個介入的一個手段 也會去施展出來 那我覺得其實在這個時候有這樣的傳言 其實對台灣來講也可以來正面 審慎的正面看待 為什麼 因為跟台灣友好的一些邦交國 基本上他們對中國的一些滲透行為都有所警示 那會有這樣的一個訊息傳出 其實顯然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做法 其實也非常的不認同 那某個程度上也會有所防範 我相信許多的民主國家在看待這樣的議題上 都會有所提防 甚至會有一些作為出來 那台灣當然要更審慎的來看待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應當要更凸顯 跟這些國家的一些實質的往來 跟實質的交往的一些關係 所建立下來的一些成績 所以我覺得外交上其實 邦交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係的建立 那如何去凸顯兩國之間在建立邦交的過程當中 有更多實質互惠的一些 這個價值也好 或者是所形成的共同的利益 我覺得這是台灣 但是接下來其實面對在外交國際空間上必須努力的地方 當然是 其實太平洋的島國 為什麼中國在兩三年前就一直在進行有關安全上的部署 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整體上在太平洋區域是中國很難去進入的一個區塊 那這些國家如果願意跟中國建立各個層次的關係 其實某個程度上對中國要突破 在美國所建構的東亞島鏈這樣的一個封鎖狀態之下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幫助 同時也藉由跟這些國家不管在經濟或安全意義上的一個連結 能夠讓中國的勢力能夠跳躍東亞第一島鏈進入到太平洋地區 其實是一個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中國而言 但他們很希望能有所突破啦 那在這個突破的前提之下 同時又能夠影響台灣的外交空間 其實我實在是中國一直在著力的地方 所以當許多的國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同時也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 美國也好或者是澳洲也好或者是日本也好 這些亞太的主要大國能夠起身做一些所謂的示範作用 其實對台灣來講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亞太地區或者是太平洋地區 其實它背後當然深藏的是一個大國競爭 美中之間的競爭 但澳洲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去思考台灣的一個定位 或者台灣的一個角色 其實台灣在國人在疫情解禁之後 出國觀光的一個人數一直在攀升 其實如何去推動到這個友邦 或者是太平洋島國來進行旅遊 其實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另外能夠促進這個雙邊的觀光資源的一個分享 其實也是一個台灣可以進行的地方 那再來是台灣其實高科技的發展 其實在國際上深受肯定 然後如何促進這些國家除了在觀光產業的發展之外 有沒有其他產業可以進行合作的 其實這也是對這些國家未來經濟長期的發展 多元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那我覺得其實某些 其實尤其跟台灣有邦交的國家 跟美國的關係 跟澳洲的關係都還不差 所以其實某個上他們也屬於在美國所講 建構的全球的一個供應鏈的範疇裡面 所以如何建立一個產業安全的一個 這個全球供應鏈的角色 台灣可以協助這些國家來進入 甚至幫助這些國家產業發展 其實是台灣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而不只是過去這個所謂的農業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其他的一個技術的一個援助 如果提升他們的產業的一個位階 或他們在未來參與全球產業鏈的一個角色 其實這是台灣現在擁有的能力 以及可以協助他們的地方